紧低声划破宁静的夜晚 警方看见涉案车辆就在前方 立刻鸣笛大喊 把灰衣驾驶压制在地 双手上扣 随后更在车内找到这些 钢竹枪 开山刀折叠刀 铝棒还有手指虎 大半夜拿这些东西出来 是要做什么 警方调查他们疑似 是与借贷公司有纠纷 拿了钱 驾车逃逸 双方在车内交易完34万元现金之后 嫌犯竟然朝对方喷洒辣椒水 当被害人冲出车外 想要追上对方已经太迟了 第二个监视影像4号凌晨1点多 西北市板桥南亚夜市附近 出现了两个人影 边跑边回头 他们就是朝被害人喷辣椒水的嫌犯 警方接获报案展开围捕 三个小时之后 在一出路口看到停等红亮的可疑轿车 随即将人带回 警方调查当时喷辣椒水的一对男女 分别是21岁张姓男子与20岁林姓女子 他们当晚各自向信贷公司借了17万元 当业者拿出本票与借据 这对男女却拒绝签名 把钱交给同伙之后 政界也忘了带走 就在街头喷辣椒水趁乱逃逸 男女当晚之后公称 日前欠了诚信朋友的钱 没想到这回竟然跟这名朋友 四个人共谋骗信贷公司的现金 被害人提告诈欺伤害要追究到底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